三阳内阁立永乐仁宗宣宗英宗四朝 在他们的支持下 永乐大帝朱棣五次北伐 大明水师七下西阳 明军征服脚趾 攻略西北 近战东北 朱棣跟朱元璋最大的区别就是看人狠点 与朱元璋疑心中觉得杀掉开国元勋 才能稳定朝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朱棣不光会用人 还会储备人才 除了于谦 三阳也是他为自己儿子和孙子储备的人才 靖暗之以后 既然文朝那些老臣们杀的杀逃的好 在明面上大家都不敢说话了 但背地里指指点点是免不了的 憋着一肚子火的朱棣 总不能把这些人全都杀了吧 于是呢 他就只好找外人 找北边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去泄伙 所以就有了五处墨北三里奴廷 要知道 从靖暗之一到北处草原 连年不断的征战 这打的都是钱啊 大炮一想黄金万两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没钱 你怎么打仗 朱棣在前方的丁死磕 后方的粮草 谁负责呢 这个人就是杨荣 三阳之一的杨荣是朱棣的财务总监 关键是人家不仅懂财务 也是行军打仗的行者 在和蒙古作战中 朱棣连最重要的怨性都交给杨荣保管 可见朱棣对他的信任 这军人风格的杨荣 是三阳里边执行力最强的 作严起行 行事果决 雷厉风行 缺点呢 就是不够灵活 太过强势 他这个缺点 在三阳这个系统里 有另外两阳 杨士奇和杨普 给恰到好处的弥补了 杨士奇这个人的折起过程呢 是一种典型的好莱坞模式 从小家庭贫贵 孤儿寡母 老妈带他改嫁 结果到了新家以后 又被抄家冲击 因为家里穷无法读书 他是自学成才 十五岁 身材没有发育完成 就做到了教书先生 然后一干就是十九年 一直到他三十四岁的时候 朋友给他介绍一份新的工作 编转明太祖实录 一份文案工作 但在当时编辑明太祖朱元璋的实录 那可是规格相当之高 高到什么程度 高到需要公务员考试 几千人中选一个 结果这一考 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第一名 从此以后呢 杨士奇就被朱棣给记住了 跟周围的一堆老头子相比 三十多岁的杨士奇 那是英子萨上干净利落 最主要是 虽然人家年轻 但是已经在居存婚了二十多年了 再加上博览全出 那是要经验有经验 要件事有件事 关键的一点是人家还非常低调 尊老爱又嘘寒问暖 上班按时打卡 下班遵守交通规则那种 所以这杨士奇虽然是后生心境 但他很快能跟所有人都出好关系 因为他卓越的见识 很快就成为朱棣身边的忠诚 杨士奇的特点是 只要去做一件事 他就要把事情的各种利弊都罗列出来 并找到应对办法 老板随时发问 他随时都有罪优答案 这点我们职场人士可以参考 很多时候为了应付突发情况 杨士奇还会提前去准备各种有效措施 在任期间 杨士奇亲政廉洁 极为谨慎 保密意识又高 省起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下面的人行贿送礼 杨士奇一概不收 后来即便是他官拜内阁后 家里布置摆设依旧简简单单 自己也是两袖清风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成了大明朝廷的精神支柱 官拜内阁首府 带领杨荣杨普 撑起了永乐人宗宣宗英宗 四朝重任 开一代风气之先 为大明朝后世两百多年的内阁 做出了榜样 杨士奇成为民庆盛世的第一缔造者 那三杨最后一位杨普 现一篇幅我们就不介绍了 三杨府正杨士奇主导杨荣和杨普协助 三个人能力互补 性格互相包容 形成了稳定的铁三角 三杨内阁 立永乐仁宗宣宗英宗四朝 在他们的支持下 永乐大帝朱棣五次北伐 大明省师七下西洋 明军南下征服交职 攻略西北 近战东北 最重要的是 在三杨的主持下 在数十年拓边战争的同时 明朝国策逐渐转向经济建设 与民修洗 注冻农丧 新兴水利 拔着连能之士 严惩 贪官无礼 经过任先两位皇帝的支持 以及三杨的持续努力 国家逐渐走向正轨 法纪严明 经济发展 苍敏充实 百姓安居 社会稳定 未然有制庭之下 形成了明朝早期 国泰民安的生平静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